将将三元行,你们好,今天咱们还是陈尊老师,不爱请叫老师 他本身是作家,虽然不是网络作家,但你现在是管网络作家的身上 跟他们有关系,就是那些朋友吧 那上次跟咱们一块聊聊网络文学 其实聊网络文学,很多人第一个字想到的是姓 而且我听说您最近好像也对这个问题在做研究 不是研究,就是心得吧,每个人性其实都有很多心得 尤其你们作家心得最多 不是,作家是一个靠写字为生的人,所以他容易用字来表达出来 容易意淫是吗 像比如,而且我们这种人有时候你要写的话没人管住你 在电视台工作的话,你必须有很多人配备,配合你工作 一起信,才能信 像窦文涛,我一个人愿意信,他就信不起来 对对对,我们得管美什么,子东老师一起信,才能信起 你们两位徐老师都在这,都是文学界的人 我有一个很庸俗的问题 就是这个作家,他写小说,我们有时候经常看到很多性描写 包括前些年还有那个空格以下,空写多少字 一些很厌情的段落 我看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有一个就是很庸俗的问题 就是,他信,你们当写到这些,比如说上床了 你们这个心理啊,当时写的时候是个什么心理呢 你们自己的这个心理感受 比如说我想象的是不是满脸发红,兴奋 非常代入感很强 还是说是一种技巧之心 就是说我得写点这个 还是说是什么一种感觉呢 都不一样的,每个人写出来,你从最后的成品看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好像兴奋一些,有些人不兴奋一些 像那个很出名的那本书,那个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对,他这个书里面 就说他当时是个禁书,已经被禁了 说他写信写的太多了 然后把那种生殖器官的名字都写出来 那些都很不雅的 那么这样的东西,其实他还是很雅的 其实他已经不正常 他一边在写信一边说了很多大道理 我这样写是必要的,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不正常的 两个人如果很要好 我们凭我们的常识经验就知道 两个人非常要好的时候是废话最多的时候 不是道理最多的时候 两个人谈到谈到都是废话就成了 你这观点倒跟我一样 这就是我们强强三人型的理论支柱 怪不得我老谈不成 太少废话 这不是废话 这叫没用的话 你看你说什么话最有用 你看开会的时候领导说话最有用 可是呢,你这个朋友在一块 你说那个话没人要听 朋友在一块,你像两个人谈恋爱 谈了一夜,第二天你总结一下 百分之百都是废话,可那是世界上最甜蜜的话 不过我听钱中书的说法,他说是谈恋爱是跟拍马屁一样的 不能有第三者在场 就是拍马屁就是两个人之间可以拍马屁 反正旁边有个人就不行,谈恋爱也是这样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我有一个朋友,一个画家,现在的太太呢,是这个荷兰人,是荷兰人,她不懂英文的,她太太太荷兰人也是懂英文的,她整个恋爱了三年,始终是她的一个男朋友,在居间翻译 哇,厉害,哇 这始终,这是,直到两个人结婚,她还是不懂英文 嗯,结婚,结婚倒是不必懂英文 哦,对对对,结婚 哈哈哈哈 始终就包括这情书,全是她这个男朋友居间翻译,转过去,这么转,转过来的 这就是有人旁观下的爱情啊 哇,厉害,这个好像一外国小说一样 这个听起来有点玄的 有点玄啊 而且,万一翻错了 我翻错了,一生的一人就没有了 我估计它中间肯定有翻错 嗯,对不对 或者有时候,像有些翻译喜欢加一点东西 明明没有这样,他写了,比如三分,把它加到七分 像那个有些小说家一样 三分,哎,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 就是还是,现在这个很多作家,人家甚至还有说身体写作嘛 对 就是,尤其是网络文学,就是有 下半身写作 下半身写作,就是反正这个作家,或者说 下半身写作 哎,这词很新鲜吗 没有,只有身体写作,还有一个下半身 这个下半身写作是他想出来的 不是不是,没有,就有一大批人是下半身写作的 那么慢走看表演去 你,你这可能,可能消息有欠凌通 哎,你像这个在写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作家写到姓苗写的时候 嗯,他是想象呢,还是这个这个回忆呢,还是这个什么呢 作家呢,都是骗人的,因为他有时候是不知道的,那些很多故事,比如说我写个医生,我不是你成,但是我可以去看医生怎么干活,我可以跟医生谈,我可以看书,显得我好像一刀开下去,这个手势还是不错的 那么信呢,有很多也是,因为作家不会老老实实跟你说,这一段事儿就是昨天我晚上这么做的,他不会这么写 他会弄出很多真真假假的,真假莫变的,或者显得自己很能的,像中国有一,尤其好像比我们上一代的一辈作家 因为他信上比较艰苦,当年,当年,那么的不信啊,就是没有信 那么,所以他写到,那个时候,像那个,我们的那个前辈,张贤亮先生,就是,他,他好像总要来一点什么东西 当年,什么,写男人一半是女人,什么的,也很风靡 咱们觉得,终于写到女人,而且写到了身体 那么,很多人很高兴,其实这都是压抑的关系嘛,你看,一头公牛对一头母牛,他没有兴趣啊 他平常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就这么,走过去就拉倒了 谁还去,从各个角度来欣赏你,然后欧哥,这都没有,这都人没的 自从走出伊甸园,那个无花果叶子从天上飘下来以后,咱们就开始有兴趣 他有一次,有一次我们到台湾开会,那个晚上没事做 张贤亮就跟我们通俗革命家使,说他28岁,第一次碰到一个女的 女的年纪比他大,教他,然后他不行 结果他讲这个故事同时,我们旁边那个姓康那个朋友,马上就提出来 非常尖锐地提出来说,戴亮,之前你有没有这个自己,就是说你到 活到28岁嘛,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体啊,就算没有女人,你有没有就是这个经验啊,勃起啊 很简单,你要是有的话,你根本不用担心 就算你今天这个女的,你不行,你也知道这是你紧张 如果你到28岁从来都没有过,那你就找看病去了,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的个问题,把他的小说给解构掉了 你搞了这么多的花样,这个就是作家在里面用的个叙述技巧 我们平常不注意到,一从现实的角度一解放 但是这两代有分别,你说的那一代的,就的确那一代的作家 我看他们的一些性描写,我的感觉是这个素的狠了,就是摘得太狠了 但是现在的,不在预遇,但是不对啊,就是最坏的性是脏,不是写的多和少 是脏啊,我就写,看那个,我觉得那个写的挺好 就是故城写的婴儿,我觉得写的那么阳光明媚,健康,那种,那种很好的 就是很像我们真的日常的,我们的性应该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一个健康的事情,不是一个应该躲到阴暗角落里边要背人的,像贩毒走私一样的事 那么我觉得他就写的挺好,写信始终是个麻烦 就是我是怕那种写信 因为那么多人都愿意看啊,就像一张人的脸一样 就比如人家不看我的膝盖,不看我的脚,但是要看我脸 那么,所以这么多人要把脸都打扮得特别精心 写信也是,如果你写了,必有人看见 你写其他地方可能写怎么吃饭,怎么去跳舞,没人看见 但你写到的信的段落,必有人看见 还有个人据说有特异功能,那个德培啊,程德培一个评论家 说他怎么买来书,他一翻就翻到最性的一段 这个分类啊,你还别说我也有这特异功能啊 这是高中的时候就有这特异功能,到那个市图书馆啊 就是男孩子那个时候拿着书,卡一翻,这一段那一段那一段那一段信鸟写就好像跃然纸上了,跳到眼睛里去,真有意思 那个我是相信的,在公共图书馆里的这一部分可能比较黑 翻的人比较多 甚至是根本就没有,就是剪掉了,不知道给什么人给剪掉了 但这是很难的,就是说要把信好好表达出来,把那种感受表达出来,而不是动作 动作即时也就这几个动作,人不可能,你演杂技的人也就这么几个动作,不会到非常多的在心里 所以你觉得在心里,就是说,其实是所谓的赢的,所谓的那种色情的,是一种心理 啊,是我们观察的,所以你觉得没有必要直接把动作写出来 也可能,比如说你不写人家不明白你在干什么呢,那么你当然也要写两招了 写两招 比方说现在引起真正的一个人的圣经啊,我们学生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写的非常直 他一上来就是抓住他什么什么,就是用这些抓了,摸了,就是直接这些动词全用上去 那你相比之下,你要看小陈之谅,王阿姨写的,都是彻写的 啊,这个写了动作的时候,就是后面小红军的音乐啦,狂风暴雨啦 张贤亮那个男人一半是女人,那更是了,对不对 江啦,河啦,鱼啦,水啦,没有一点跟直接身体有关的词,用的全是戒的象征词 嗯,就是孤山云雨之类的这样的,现在就,所以这个就有争论啦,现在因为现在有些你,就是一个人的圣经就这种写法 就直接把动词写上去,有人说好,有人是非常反感的,你呢? 嗯,我觉得必要的说还应该行,但是,这个是卖不了的,你想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性开放,那么开放的人,那么开放的地方,他没有卖不了的 不会,就是说,性的刊物,或者性的报纸,性的那个图像是最卖钱的,然后卖的最多的,不会的 对,他因为禁忌而,我还是感兴趣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写,不是,他写的时候啊,他有快感嘛 因为有人说这个作家在写到这性表写的时候,他基本是一种意淫的心理状态 他因为你,可能不一样,就是说,性是一个放松的,只有放松的时候,人才 放松呢?我怎么觉得是紧张的? 但心态是要放松,我跟你说,有人来了,你听,你那个财产,你不可能 对,你在这种被分心的,你是要高度专注于此事的那个,那么写作呢,就不对 就是写作跟它是有一点,你写作的时候,如果你要想享受性,你就写不下去 你就不可能什么再找出那些好词啊,或者好什么的,你就没有的 你想运动员在奔跑的时候,你想会不会,比如说我们创造出什么奇思异想啊,像那个变,哲学家是没有 他脑子是不响的,他拼命身体动,在身体动得最剧烈的时候,大脑是休息的 应该,或者是很安闲的,说一些最平常的那种一压八压那种话 哦,原来这个,看来作家姓鸟写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是休息的 下半清醒,广告之后见 这个,我最近看了一些你的这个材料啊,发现呢,你好像这个,比他经常提到一本书叫《精子战争》 对,而且好像你最近对基因兴趣很大 因为以前就买过一些这样的书,那么看到那么多人在那种混沌中糊涂中,在那儿过的日子,我觉得这很讨厌啊 就比如说,你为什么要买那个这样的衣服,为什么要把头疏光,为什么要把胡子剃掉 你的脸在说什么,你的身体在说什么,其实这些科学家早就观察过了,那些人类学家,人类行为学家,早就给你算命一样的算好了 他们也早就指出了,就像自私的基因这样的书,早就指出了,你的使命是什么,就上帝给你的使命,你就是一个基因的载体,你别以为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带着基因,不是基因命令,就是把你今天存在你身上,然后要你把它传下去,传给你的后代,一代代这么传下去 那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传递基因,我只是一张肉做的卡,密码都是人家输入的,我只是一个现实,我这辈子就到处玩传统接代吗 而且你只是,不是一个姓氏啊,你是中间的一个战,就是说我们要过河,中间有很多石头,他就跳,就你中间就跳而已 你只是一管道,那么惨,就一中介是吗,老实会,你可以自得其乐啊,你觉得自己也是个人嘛,那么也不错,那么你可以去做 但是你做的很多事呢,其实是受他牵制的,就是说最高的命令,就是命令你要生儿子 就我们人生最高的意义 对啊,就是否则的话就没有生物了,哪里还有生物 我长大了,我有精神,有思想,有灵魂,有追求,我可以超越这个,我可以开脱,可以写小说,可以创造很多东西啊 而且很多男人留情不留精,现在谁还留精呢,那我就说,这个就是最大的一次性消费 如果一个人,我誓死,比如说跟性无关,什么什么的,我成为同性恋也罢,什么也罢,我反正跟性就无关了,那其实就是一次性消费 我把自己给消费了,而且我把我祖宗给消费了,祖宗好不容易千辛万苦,一代传一代的香火,传到你这儿,咔嚓,没有了 就你这个基因以后,就是再也不可能有,别人的基因可能,人家还能回溯回去,啊,从这个基因身上判断 现在能判断,就全世界的那些女性啊,就是说有七个女性,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可以找到那种最古老的,现在找到七个,也许以后能够找到亚当夏娃,就是那么两个 那么你想到以后你都没法,就是那么传下来,本来一代他数上去,以后人科技进步,数到这儿,都问透 那后来就没有,如果你不愿意听从上帝的,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另类,什么叫另类,另类就不想过好日子 就是绝后了吧,就绝绝种了,这一只到我这儿,算停了,最后一代 甚至你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问透对对,你可不能跟他乱说 所以你要好好努力,要好好干活,好好的,比如说你要找一个情投意合的,能够住一个什么草,把人家吸引过来,然后繁殖 你的意思,我要不繁殖,我这人生意义算不大了,我这白活了 你别听他,你别听他,他若干年前,他就是非常抵制繁殖的 这个我接他了,现在很多人不想要孩子嘛 他那个时候就是拼命牵起,是可以不要的,就是你想,其实上帝是不可怜人的 我们都知道嘛,那个天地不人,对,以万物为出口,他根本不可怜,他生出那个鱼,对吧,一条鱼铲了那么多软,然后纷纷死掉 那么成了没几条鱼,那个死掉,上帝眼睛都不眨了,他就愿意有很多东西里边有墙的出现,那么留下来 那当然人比较好,因为我们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文明动物啊,那种文明动物呢,不像猴子那样,谁有力气,谁救猴王,然后一个人沾着很多老婆 哎呀,真是,你还就是说哈,我这个人本来是很讨厌这个竞争的,但是你像那天这个李敖在这个什么复旦演讲啊,举个例子,你琢磨琢磨吧,也是就说这个精子啊,就你本身,你甭管你喜不喜欢竞争了,喜不喜欢PK了 你本身是PK出来的结果,你跟几亿个人一块在赛跑,你跑得最快 而且这个精子战人跟你描述的还不只是这些,就在那个时候受精的那个时候,可能在女性的体内就有两个以上的人分的精子已经存在那儿 怎么讲 可能 呃,这几人不大好,就甲和乙都跟这某女有关,嗯,跟某女有关,其实她们的精子已经在打仗了 哦,这咱们都做过研究,第一个进去以后啊,她会抵抗后面的 不是,不是,这没有受精啊,那个已经,先进去已经埋伏在那儿了啊,等待着那种,那种,那个抛锈球那时候到来啊,那个卵子铲了以后才能冲锋啊 哦,她埋伏在那儿 冲什么的,我说也许那那么多精,他们就在那打打麻将啊什么的,然后冲锋后一想麻将牌,人一下就跑啊,只有那些傻的呆的还在那看牌 我抓的手好牌,人家早就冲去了 哈哈哈哈,这什么世界啊,这是,枪枪三圆形,广告之后见 哎,子彤老师也兴起了 对,你们讲,这次我想起董桥的一篇文章,最儒雅的董桥了,他说什么叫中年,什么叫中年啊,就是一群精子,一听到一个集合令,就往外跑,跑到半路的时候,其中有几个就停下来了,说不跑了,干什么 他在自卫 哈哈哈哈,这就叫中年,跑不动 他不是跑不动,他知道他出去是浪费掉的 浪费就是傻的人才会有福啊 所以他就年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仔细琢磨,年轻人就是他不管三圆二十一就冲出去 所以他不管世界上事情怎么样,他干了再说的 什么叫中年,中年就是说他一看到他做的事情,可能会被浪费,可能会被侮辱,可能会,就是怎么样不值得,他就停下来了 这是上帝的拳套,他看透了,然后老子不干了,我不跑了,其实不跑就没跑了 上帝弄出来那些事就是那些傻的人,你最愿意乱跑的人也许你中彩了,你那么聪明,你觉得这怎么可能中彩呢 所以当然,永远无缘 你觉得人生也是这么回事,人生也有很多也是啊,就很多都是讲人不大人道,好像有很多也就这么被消费了吧 我们这些人里面我们是不知道的,我说我很反感那个基因改造 比如把我的基因改造一下,我就不会成这样子,听起来很好,但是人制造人是个坏事 我就说人,最坏的人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我就说当年那个猴子们,那个猿猴,那些人员 如果他们那时候知道那个改造基因那个办法的话,就不会有人了 因为当时下地的都是不好的猿猴,你想好好的猴子在树上玩不好吗 你先跑到地上去调皮脑袋,你的意思是最早直立的是当时被淘汰的 不是啊,就说上帝才知道谁是对的,上帝要丰富性嘛,你们就四处乱跑,也许有个人跑出一条好路来 那么你如果人为的,我觉得这个爬在树上你栽果子多吃的多的,那是好的,树抓的顶的是好的 恰恰不是,恰恰是走一下地来的那一只,是他们最,就是变成最优秀的,或者是最能干的一个后代 那么你给他一改造的话,真是人是不知道好坏的 人不知道,那你这,比如说你这作家,咱还说你知道什么是美的,或者说知道什么是性感的吗 那这是怎么形成的,叫你这基因的逻辑 所以,性感就是你的生殖力啊,你想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说某人很性感,一般不会去说一个,比如说像那种老人家很性感 不光是冒犯他,而且也不通啊,因为所谓的性感就是生殖之感 就你在那个最好的如花的岁月的时候,你最能生殖 据说男孩的那个,就能力最强的时候失去什么 像那种都是美矿瑜下的,你别以为我可以接着 一般的性感就是年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 再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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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观看